大家好 欢迎大家继续来麦子学学习 自动化测试 随着内容模 那么上一节课呢 我们学习了使用什么呢 使用 WebDriver的FundElement by X-Path 用使用X-Path来定位 我们 网页中的一些元素 这个网页呢还是这个原来的 那么我们上一节课使用的是什么呢 使用的是绝对路径 那第二个呢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是否有其他的方式呢 直接找到我们 某一种属性的元素 我们所说的某一种属性的元素 比如说我们找到所有的input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 X-Path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语法 是使用两个 仿斜杠 然后加我们的一个 标签 也就是我所说的元素的名称 然后去找到我们这个 名字是 XX的元素 那我们呢 继续来做我们的实验 我们还是接着上一回的 我们现在呢已经打开了什么呢 已经使用 web转发打开了我们这个页面 这页面是test.html 我们上一节课使用的是使用 绝对路径来查找input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定义 再重新开始做这个实验 我们开始使用 ELE 那么现在我们使用E 等于 b的 fand element by s path 我现在查找的是所有的input 对吧 我们看一下这个页面 它里面会有三个input 那么呢 我们有没有简单的方式 去把input给查找到呢 我可以 可不可以这样写一个 然后我们回车看一下 大家来看我这里呢是有一个元素的e 我看一下id的e 我们再看一下id的ere 这两个现在呢不是同一个 那我们不管了 我们先e的getoutbuilt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属性 内容 大家来看它是first的内容 ELE 它的getoutbuilt 内容 大概也是first的内容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这两个元素呢 它都是指向了我们 都是找的是我们这个input 节点 那么同样的 我们可以发现 我们使用这种 这种全文变利的方式搜索的呢 其实返回的是什么呢 它其实反 是查找到的是我们所有这个 页面中 它的input 相关的元素 那么呢如果说我们想要 获取 其中的一个呢 我们可以使用所有的方式 去来查找 比如说e 我们已经找到了是first的内容 对吧 我来看一下e呢 是first的内容 那么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e 1 等于 b的 分的element batch pass 然后呢 我们写一下 它的是input 1 是1 对吧 1的get 内容 内容 大家看是first的内容 然后1 2 等于b的 分的element 分的element by xpass 我这个时候呢 可不可以这样写呢 写个这样的 input 进步的谁呢 我是不是可以写 2了就 然后e 2的 get attribute 内容 大家看 是last的内容 然后同样道理 我也可以查找这个age e3 等于b的 find element by xpass 谁呢 input 3 对吧 诶 错了 大家看 它出错的话 会这样报一个错误 这个没有找到3 大家看 这个时候呢 它又报错了 因为它没有找到一个3 它里面只找到这两个 就是这两个同一级的 对吧 那么为什么呢 之前我们查找的时候呢 它查找的一个相对呢 是查找了一个第一个body里面的这个值 那也就是说 我现在想要查找 body中的 input呢 我们可以这样查 因为它在墙面 那如果我把这个age放 放上面去呢 那我们查到的就是这个p里面的 这个input 而这个里面的值呢 它也是一个的 我们来再把这一面改一下 我们来验证一下 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现在重新把这个关闭掉 b的close 然后呢 我们b等于web driver的fairfox 应该是重新load就可以了 我这个应该做错了 应该重新load就可以 重新打开这个 不应该是那个什么 我们controls一下下 我们现在又打开这个了 然后b的get 我重新打开这个页面 路径是这个 tys.html 我们打开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e re 3 等于 b的 fairfox element byxpass 现在我们看一下 如果这样写 刚刚 input 我们来看一下 这会儿 它返回的第一个值是解 ere 3 它的get output name 这个没有ere 3 它的get output name 大家来看 它返回的是A值 那我们同样道理 我们来查找一下 它是否把所有的都返回了 Ctrl C tree input 什么呢 input 第一个肯定是A值 那么我第二个是谁呢 ere 3 它的get output name 大家看 lastname 这个查找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再查找一下 大家看 这个时候呢 会报一个错 就找不着了 它能找到0 12 比如这个查找的时候呢 有可能 它根据这个页面呢 它查找错了 就 0 是没有的 它只能查找这个默认的1和2 就是它只能找到两个 找到age 和这个lastname 通常这个呢 不知道为什么没找着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使用这种方式查找呢 就会有点问题 那么现在我们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去查找呢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结合我们这个什么呢 相对路径 绝对路径来查找 我们可以这样写 怎么写呢 放在element 首先我们第一个是查找的什么呢 是我们这个form 对吧 这个form是什么呢 是返回我们这个页面中的所有的那个form 那么你如果是第一个呢 那就只有一个的话 那么它返回只有是这个 然后呢 我查找这个里面 所有的input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 er3 它的get attribute 这个是查找的 还是name 大家来看第一个呢 它是forcername 我们再来查找谁呢 再来查找 它的lastname 拷贝 张贴一下 我们看一下第二个 这个前面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这个空格 多张贴了一个空格 把它删掉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2 er1 get get it build 内幕 这个光闭了 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哦 应该是ere3 这个错了 应该是ere3 ere3 它的get attribute name 大家来看 我这插找的是lastname 这个里面的插找数呢 它就是先朝着找我们的一个form 然后在form里面呢 把这个input给所有的都插找到 如果我这个里面还有form的话呢 我们的form就可以写这个什么呢 写这个序列的过程了 这个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插找 那么呢 我们下面呢 再来看其他的方式 就是使用的是相对路径这种方式呢 就是说负节点这样的一个 使用这种方式来插找的 就是说所有这个语法 刚才我们这个就是所有负元素 是form的input元素 这反馈这个里面的所有的input节点 我们下面再来看这个点 这个点代表当前节点的负元素的节点 而我们的点点是想去负元素 它的一个地址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当前选的是谁呢 那么当前这个节点 我们来看一下 那er e3 等于分的 等于b的 分的element batcher pass 我们选的是这样的一个节点 form 下面所有的input 对吧 我们ere3 它的get outbuilt name 大家来看 我们现在当前的节点 是这个name节点 那么如果说 现在我想找谁呢 找着我们这个form的话 我们如果不使用这个 那么呢 我只是在这里做个仰视 我们怎么来查找这个form呢 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可以把这个粘贴一下 拷贝 粘贴ere3等于 前面比如说找负节点 我们可以这样加两个点点 我们来看ere3 它的tag name 大家来看 它的tag name 就是form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查找负节点 然后在负节点中 查找其他的一个通缉的元素 这个就是我们 这个负节点和当前节点的一个概念 那么选取那么多 我们后面看有没有一种简单的方式 因为我们通过这种扫描整个文档 它能够拿到一些什么的一些属性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使用这种atid的方式来做一个查找 这种方式是选取所有xxx这种元素中 含有id属性的元素 那么下面我们这个代码来改一下 比如说id等于test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写一个 我这个form name 它有定义一下 这个id有个test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做一个区分 我们重新漏了一下这个页面 b的get ctrl s 然后我们把这个页面再写一下 再重新导入一下 r pass.htmr 然后ere等于b的分的element by charpass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写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语法 写的这个页 然后我们在这里写 首先是查找这个input 对吧 input里面呢 它含有的一个元素呢 就是它必须有这个id的一个属性 我们看一下 ere它的 id ere的 get atbuilt 内容 大家来看 它查找的是forcer内容 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只有我们的forcer内容 含有这个id 那么如果说不含有呢 我们可不可以在前面加一个 方法来判断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corp ere 1 然后我们加一个note 大家来看这个 大家来看这个note的习法呢 不是这样使用的 而是要在这个里面呢 note是一个方法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面呢 应该加一个括号 我们再来看 ere 2 它的get 和的built 内容 再来看 我们答案的是age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如果拿到其他的那个内容 可不可以拿到 input里面的第二个 这个是不能拿到了 通过这个呢 我们可以区分 他能不能拿到这个id 就是通过这个id属性来拿到 那么下面呢 我们可不可以通过那个内部的属性来得到 我来看一下ere 3 等于b的find element patch pass 他们来就是通过这个内部 这个什么呢 通过内部的值来进行取元素 是所有 x x元素 它的id属性为yy的 为yy的元素 那么这个呢 我们这个元素呢 并不是 yy了 不是id了 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内部 at name 等于age 我们应该是等于forcername 对吧 我插到这个 那大家来看这里呢 它是有语法错误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forcername呢 必须要使用括号 使用那个引号给它括起来 因为我们前面使用它单引号 所以说这个name呢 我们使用双引号来给它括起来 我们来看一下 ere3它的get attribute name 这个内部翘错了 如果通过这种方式呢 我们就能够查找出什么呢 查找它相应的这个元素 那通常道理 我也可以查什么呢 查其他的元素 拷贝 直接通过它相关的一个属性 就可以查找 forcername中的 我们改成lastname 我们查找这个lastname 带来看 ere3的get attribute name 带来看 这个是ere3应该是 ere3 带来看 我这个查找呢 就是lastname 那上面文章的这些呢 是使用这些简单的表达式呢 来查找元素 那么下面我们再介绍 使用 xbus的知识池的一些 函数方法来 找一些元素 比如说我们使用content content呢 就是包含 某个元素 它的个数来统计出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文件 tml文件 它里面呢 p里面包含着什么呢 包含着一个input 而我们那个form里面呢 包含着两个input 那比如说我想通过 这个input包含的个数呢 来找找它的节点 比如说我找找这个form的话 我如何来通知这个input里面 含有的个数 来找找这个节点呢 我们可以使用这种方式 ere等于什么呢 b的fun的element batch pass 那么首先我们要便利 所有的元素 星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什么意思 ere 它的get outbuilt 应该是看它tagname就可以了 tagname 大家来看 它返回是atmr 那么如果说我这里面 加1加2 它就是把所有的这些 它这些所有的元素呢 都能给找出来 那我们这个是查找所有的元素 这个所有元素里面呢 我给它做一个限制 什么呢 cant 包含的input 这个tag呢 里面的个数是2 这个我们来看一下ere ere它的tag内容 大家来看 它就是form了 这个怎么理解呢 首先来说第一个 两个反鞋杠 是代表它便利整个文档 星呢 是便利找到所有的元素 而这个里面呢 我给它做了一个限制 也就是我们这个cant input 就是首先要统计 这个含有input标签的 这个 内容 就是有哪个里面含有这个input标签 而且这个input标签呢 它的值 必须呢 是两个 那么这个符合这个条件的呢 我们这里面只有这个form 所以说我们可以使用这个方式呢 来找找这个form 这个是xpass里面一些函数的一些使用 这个一会儿呢 我们先在这里做个引子 我们下期课再讲 那么同样道理 我如何来查找这个p呢 如果我一个文章 一个文件中呢 就是整个文件中 我有可能包含n个p 那么现在呢 我只想查找一个p 我可以这样 等于什么呢 等于1 那么ere 它的tackname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这个p 就通过这种包含的方式 来查找这个元素 这个是使用的方法是cant 好 那么这节课的主要内容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这节课 我们讲的内容 是使用xpass了 第10个 是使用 xpass的定位文件 那么定位文件的方式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是使用 绝对路径 然后便利整个文档 语记 复节点 当前节点 复节点 然后之后还有什么呢 使用atid的方式 来查找元素 那么后面呢 我们学习了一个 使用cant方法 来进行统计 这是xpass定位的一些简单的 好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